花莲新议会民进党团三位议员难得偷闲前往市区一家服饰店挑选制服 总之后张美惠表示说 这家服饰店多年来都免费邀请家服中心关怀的弱势儿童 到店里头挑选衣裤堪称是爱心企业 而且店里的衣服价格清明又适合全家大小来选购 因此他们想支持爱心企业 特别和党团的议员到店里头挑选外套要当作是制服 来到花莲市区这家连锁服饰店 难得看到花莲新议会民进党团三位议员一起在逛街挑衣服 总招张美惠表示 这家台湾在地的服饰品牌 每年都邀请家服中心的孩子免费来选新衣服 堪称是爱心企业 因此特别和党团同志一起到店里用实际行动消费表示支持 所谓的爱心就是他每一年都会招待家服的孩子来这里 免费的来采买 那这个是对很多比较清寒的 比较家境困难的这个家庭来讲 那可以让孩子可以添购新衣 这是一个爱心发挥到极致的 我们觉得很敬佩的爱心企业 第三个我们花莲新议会民进党党团 我们三位成员 我们要有一个一致性的 因为我们过去每一次的这个选举 我们所穿的这个竞选服装 也都是这个爱心企业的这个衣服 所有的衬衫外套等等 那这次我们也决定党团要有一个一致性的 那同时一起来买这个爱心企业的这个服饰 所以我们就约好今天一起来采买 我们要有一个团结一致 而且我们有这个爱心展现在这个身上 这样的一个心情也跟乡亲来推荐 那希望所有的花莲的乡亲 也可以多多的踊跃来采买 支持爱心企业 支持本土的服饰产业 三位议员有男有女 但也很快的在店里头就挑选到合适的西装外套 各自试穿拍照 要当作民进党花莲新议会党团的制服 谢蕾会话人士报道 谢蕾会话